接著要跟各位介紹的東西叫做PH值跟酸鹼中和 講這個之前要先講叫做水會解離 它是一個極弱的電解值 但是它還是會解離 因為弱電解值解離出的離子不多 所以不容易導電 我們一般在國中就告訴你純水不導電 純水不導電 那我就解離方程式 水會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根 要記下來這是水的解離方程式 離子方程式 水會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根 另外 我們還要曉得一件就是 這個解離的程度是跟溫度有關 溫度越高解離程度越大 我們平常講的所謂的常溫或者室溫是25度C 25度C的解離程度是氫離子濃度等於氫氧根的濃度 等於10的負7次方大M 這是第一個你要記住的事情 純水的解離氫離子濃度等於氫氧根離子濃度等於10的負7次方大M 第一件事情你要記住 溫度越高解離程度越大 25度C的解離氫度是這個樣子 那麼另外 我們還要曉得 這個電解值可以是酸性可以是中性可以是碱性 但是這裡面的氫離子跟氫氧根的濃度會有一個一定的關係 這個關係叫做 相乘等於10的負10次方大M平方 當然這是25度C的時候 這是你第二個要背的事情 就是兩個相乘等於10的負14 於是乎以後考卷上給的是氫氧根 但是我卻需要氫離子 不要換過來 給氫氧根去求氫離子 當然也可以給氫離子去求氫氧根 所以這是第二個你要背的事情 不論這個電解值水溶液是酸性中性還是碱性 在25度C的時候 氫氧子濃度乘氫氧氧氧濃度等於10的負7次方大M平方 第二個你要背的事情 那麼你就知道一件事 你知道所有的酸都會解離出氫氧氧氧 所有的鹼都會解離出氫氧根 然後這兩個相乘等於一個定值 所以如果我是酸 我減一出氫氯子 氫子就會多一點 氫氧根就會少一點 如果我是減 我會減出氫氧根 氫氧根就多一點 氫氯子就會少一點 所以就發現 原來我的氫氯子濃度 可以當做一個指標 來指示我是酸性中性 還是減性 當我是加了酸 氫氯濃度比是個負七之方 大的時候我是酸性 如果我們是 相等的那我就是 中性 如果我激容度比較小 小於十的夫妻 比氫氧根會亂小的時候 我會是減性的 從剛才的湘層等於十的負十字 純水是十的負七 酸會解除氫氫氯子 解離解溫氫氧根 你就會得到這樣的結論 所以就回到那句 原來氫氫氯子的濃度大小 可以當作是一個酸鹼性的指標 因此我們出來的這個叫做PHs